迈阿密大师赛的硝烟已经散尽 最终美总击败辛娜 首次捧得该项赛事冠军 本赛季截止目前 手感火热的俄罗斯人已经豪取四冠 这样的成绩足以让其比肩历史上极为大神 且看历史同期截止到迈阿密大师赛后的夺冠排行榜 1994桑普拉斯四冠 悉尼250 奥网 印第安维尔斯一千 迈阿密一千 最早达成这一成就至少四冠的世上代球王桑普拉斯 他先是在奥网前的热身赛悉尼赛中小事牛刀登顶 接着顺理成章地在奥网夺魁 转阵阳光双赛的他 当时一家独大的他也毫无悬念地拿下双冠 成为最大赢家 1996亿万尼赛围棋四冠 萨格勒布250 迪拜250 米 蓝500 路特丹250 德约科维棋的现任教练伊万尼赛维棋 最为成名的比赛自然是在温网 以黑马之士一黑到底最终拿下挑战者金杯 而早在1996年 虽然当时冠军级别远不如温网 但却以数量取胜 他最终拿下三项250赛事冠军 需要说明的是 当时的路特丹赛还是250级别 而如今不见了的米兰赛 当时还是500级别 2005费德勒五冠 多哈250 路特丹500 迪拜500 应迪安维尔斯1000 曼阿密1000 唯一一位达到五冠的选手 当时的瑞士天王处于独孤求败的位置 阳光双赛加冕 外加中东两项背靠背赛事 比较可惜的是奥网 当时以未免冠军身份出征的他 在半决赛的今天大战中布迪萨芬 痛失百年奥网冠军 不然费德勒的单赛季冠军数 在当时可来到六个 2006费德勒四冠 多哈250 奥网 印第安维尔斯1000 迈阿密1000 后面的一年 费德勒又复制了这一神迹 除了多哈和阳光双赛实现未免外 还在奥网收复失地 2011得约科维奇四冠 奥网 迪拜500 印第安维尔斯1000 迈阿密1000 20 16得约科维奇四冠 多哈250 奥网 印第安维尔斯1000 迈阿密1000 历史上 德约也曾两次赛同期拿到四冠 和费德勒一样 几乎都是由奥网中东赛事和阳光双赛组成 2023梅德维杰夫四冠 路特丹500 多哈250 迪拜500 迈阿密1000 万事开头难 经历不慎起眼的上赛季后 梅总开始强势反弹